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一件个好去处 这里环境生态空气好 能看涂鸦文化 还能吃到美味可口的小龙虾呢 这么好的地方还等什么呢 一起去看一看 一首首欢快的乐曲 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一道道诱人的小龙虾美食 在湖南省益阳市的南县 首届洞庭湖生态旅游美食文化节 在这里召开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 除了看看涂鸦文化外 重点就是到美食街 去品尝一下产自当地的小龙虾 一饱口福 南县 地处洞庭湖腹地 属于典型的冲击平原 水稻产业一直发展得不错 那么在如何增加稻田收入 这个问题上 当地人把答案锁定在了模式上 说起模式 南县的稻虾共生模式 可真是不简单 当地的稻虾共生面积 从2015年的4.3万亩 迅速扩大2017年的28.5万亩 增加了24.2万亩 稻虾综合产值 也从3亿元飙升到30亿元 如今 他们又大手笔开展乡村旅游 在提升人气的同时 实现了南县小龙虾的进一步增值 作为当地的农业支柱产业 南县稻虾产业 真可谓是做得风生水起 那么它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正所谓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戴 我们不妨来追根溯源 寻找一下在南县稻虾产业中 那些走在前面冲在前面 并且做出了可喜成绩的人 曹正奇 土生土长的南县人 他是稻虾共生的管理高手 他也是当地小龙虾养殖的第一人 高中毕业后 他就跑到外面闯世界 见过不少世面 而要说他怎么和小龙虾结缘 这事还要从多年前的一场大洪水说起 在外地打工的曹正奇 得到家乡发洪水的消息后 他立即赶了回来 回到家乡的曹正奇 并没有和大家一起忙着捕捞野生小龙虾 而是出人意料地 流转了一百多亩没人要的荒地 因为发了大水 种地的人也就少了 当时的土地流转费确实很低 可单单种水稻 也赚不到多少钱 曹正奇这是搞的什么名堂 就搞这个小龙虾养殖开始 在当时 湖北省的小龙虾产业 已经搞得比较成熟了 当地主要推行的是 稻虾轮座模式 考虑到南县距离湖北比较近 气候环境等方面的借鉴之处也不少 在相关专家老师的建议下 他采取了这种养殖模式 这种养殖模式 设施上需要调整 主要是沿着稻田四周挖围沟 也称之为稻沟 以六亩地块为例 需要四周开挖一米宽 0.8米深的沟 稻沟为小龙虾提供了 更大的活动空间 生产周期上 每年的三月份投放虾苗 五月份收获成虾 到五月份的时候 我就上了一片成品虾 这就是拿到我们这个 餐饮店 酒店 这些学生市场 就进行批发的 之后五月底六月初 整田插秧 十月份左右收获一季水稻 如此循环 视为一季虾一季稻 最后第一年我就进消遇了 在稻虾轮座的模式下 每年的五月份 是小龙虾上市的高峰期 集中上市 价格就有可能偏低 因为我当时在五月份的时候 五月份我觉得一个虾子价格 不是很好了 所以我捨不得卖 所以就全部留下来 而且他觉得这样做 还可以提高产量 那时候是怎么回事 我这么想 我这个整虾留得多 我的密度就越大 那我这个虾子的产量就越高 是这样子想的 很不巧 这一年的小龙虾价格 一直也没上来 曹正齐只好按部就班的 整地插秧 开始种水稻 可就是一场大雨 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一下大雨 我这个田里面就上雪了 那虾子的密度一大 你头位的肯定就不到位 那虾子也饿了吧 他就跑到田里面 把我的鸭鸭鸭全部都吃完了 情急之下 曹正齐只有赶紧 把田里的水先排掉 我把雪一放 我围钩里的虾子 你早上去看 包括田梗上 这个草存上 都是很翩翩的 一翩翩的 全部是虾子 看到这一幕 曹正齐不得不反思 他最终的判断 就是四位量掌握得不够好 所以说这个头位 要根据哪里 根据自己的密度 必须把这个头位 提上来的 一转眼 到了第二年春季 正当曹正齐 准备大赚一笔的时候 结果却是事与愿违 我就去看 我田里面的虾苗 一片片的 真的走上去 就全部是看到虾苗 在水里面 跑来跑去 然后我在捕了的时候 我就发现 我的商品虾很少 虾苗是不少 可明明是在去年 留了那么多商品虾 这橙虾数量 怎么少了那么多呢 我觉得这质疑 我这个虾苗 是商品虾 繁育出来的吧 我的商品虾 整个还在在吧 但是我普通的时候 我的商品虾 真的是不见了 让曹正齐着急的 不仅仅是 商品虾的数量很少 而且规格也小 自然也就没有 卖上好价钱了 百思不得其解的他 带着这些疑问 找到了专家 经过专家的多次交流 与实地诊断 最终 曹正齐找到了 问题的症结所在 退壳 退壳是最正义的 小龙虾有个生理特性 它是通过退壳 来实现生长的 它的一生 大约需要拖 11次左右的壳 刚刚脱壳后的小龙虾 非常脆弱 几乎没有任何防御能力 如果养殖密度大了 头位再跟不上 小龙虾会因为 缺少食物而相互蚕食 因为密度过大 食物空间等资源的 分配就会缩小 小龙虾的生长速度 相应会变慢 甚至长不大 所以规格也就会小 专家最后诊断 曹正齐商品虾数量少 规格小的原因就是 当年5月份没有及时补捞 而最后造成了密度过大的问题 过量的大大的结果 就是反应四得几反 商品虾也没有 虾的残量实际上也没上来 那么密度到底应该如何控制呢 专家的建议是 在推行轮补轮放的措施下 把密度控制在 每亩5000到6000尾 也就是说 即使行情不理想 也要及时补捞 否则 围沟里的小龙虾密度太大 之后的产量和规格 都不会太高 我们一般是铺大 牛小 铺大牛小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减少这个 持肠的固定的压力 捕捞后 盗沟里的小龙虾的密度降低了 这可以促进虾的快速生长 因而规格也就会提升 此外 捕大牛小的做法 还可以降低成本 这个铺捞以后呢 我们还牛一部分那个右下 我们一般呢 牛个15到20斤右下 为什么牛来年 你自己不要去买枕了 节省自己的成本 听取了专家的建议 草正齐降低了 盗沟里小龙虾的密度 并采取轮补轮放措施 到了第二年五月份的时候 小龙虾的规格上来了 产量也不错 经过几年的学习与摸索 曹正齐的养虾技术不断提高 小龙虾母产量 由圆心的200斤 提高到了250斤 行情不好 为何还要捕捞 虾子发现了这里 有一层肉在这里 它肯定会把它吃掉 有虾有盗的情况下 该怎么施肥 但是我普通的事 我的上边是真的是不见得 如何让咸甜不咸 你看你看 下吹了 洞庭湖畔的稻虾经 正在为您播出 几年下来 正如曹正齐所预想的 小龙虾的市场需求空间 是越来越大 就是在南县县城里 都已经开了不少的 小龙虾主题餐馆 每逢周末节假日 总是颇为火爆 市场的需求 必然要拉动生产的扩张 但是依靠增加 小龙虾的养殖密度 并不能实现产量 和规格的提升 那曹正齐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到9月份 到10月底之前 这里还有一批整一下出来 这种做法就是 在5月份 以补大留小的方式 收获商品虾后 于5月底6月初 整田插秧 围钩里剩余的 小龟格龙虾继续养殖 一直养到90月份 再继续收获一批虾 也就是说 在第一季收获后 又养了一季虾 但是问题来了 7、8、9这几个月份 其实是不适合 小龙虾生长的季节 因为到7月份 8月份的时候 这段时间 小龙虾坚实 因为血温变高了 气温变高 听起人儿 小龙虾一般是 岁是很小的 曹正齐说的 这种现象 是小龙虾特有的 一个生理习性 6月20号之后 温度 持着血温增高 它达到 3、4、1、2度的血温 的话 它的生长 实时各个方面 都受到影响 这个温度 达到4度 35度的血温 它有一个下面 都是生理的需要 小龙虾有个重要特征 就是耐高温性 并不强 最适宜生长的环境温度 在20到23摄氏度 这个范围内 当温度达到 32、33摄氏度以上时 小龙虾就不再摄食 而进入 低新陈代谢的 下眠状态 它也就不再生长了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它的这个存在量 有问题 你不到高温的时候 不过跟它搞面就大一点 在虾数量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把它的生存空间 扩宽扩深 有效增大水体容积的方法 来帮助小龙虾 应对高温环境 把这个钩的面积 加宽了 加深了 我们原先是2到3米 现在6米多 也就大概6米8 原先7、80根分 我们现在挖到2到1米4 除了拓宽稻钩 还有一招也很管用 除了拓宽稻钩 到了每年的7、8月份 对小龙虾的高温考验 才正式到来 稻钩里的小龙虾 灶热难耐 就在它们即将停时 而进入下眠状态的时候 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正在开启 稻钩到达到一点的程度以后 要晒田 晒田之后要浮水 浮水的个人 我们就是一个稻虾 更是一个实际操作 水稻田浮水以后 小龙虾就会随着水流 自然爬到田地里 即所谓的稻虾共生 白天很大部分都是在虾沟里 它的光照还是有的 它的光是比较敏感的 它就还是到水深的地方 因为对光线敏感的原因 小龙虾在白天 不会进入稻田 但是稻虾共生模式的红利 已经产生了 稻田七月份八月份 它的浮水的时候 温度很高 36度37度38度 气温的话 水温大概只34度35度 这个虾是不腻的 但是如果是稻田震的话 这个水温就比较凉 也就是说 借助水稻田晒田浮水的生产程序 小龙虾生存环境的水温降了下来 在28到31摄氏度之间 它们仍然可以摄食继续生长 小龙虾有昼浮夜出的习性 白天躲在围沟 到了晚上 它们就纷纷爬到水稻田里 此时的水稻田成了它们的乐园 这可真凉快 还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我吃 我吃 别和我抢 夜间进入稻田里的小龙虾 食源非常广泛 稻田里的杂草 水稻的残叶 成虫 幼虫 以及虫卵 都是它们的美味大餐 它提供了食物 提供了一个活动的环境 它老是这个沟里的话 非常密室的这个环境不好 营养条件没有那么充分 反过来 残叶杂草 以及成虫 幼虫 虫卵的清除 有利于促进水稻更好的生长 排个什么作用呢 虾 它的排气物 也是分辨 它是真正的一种最好的一种有机肥 当面受年不成多 在稻虾共生的模式下 第二季虾收获后 养殖户会留一部分成虾 在水稻田里 到了九十月份 这些成虾就进入了全年的繁殖高峰期 在这段时间呢 基本是使小龙虾进行交配 交配以后呢 它会把洞 到洞里面去繁殖这个虾苗出来的 你们看这个田间的稀泥啊 它不是我们能够放的 整个过程中打出来的泥巴 我们看一看下面这一个洞 它虾子它背这个水深洞部啊 轻海的程度比较大 它必须找房子的个子呢 找一个比较隐蔽 安静的地方 你看你看 下去了 你看这个洞一般就在 暴腹的这个虾的虾体上面 我们一般称它为暴腹 那个紫色的也就是受菌了 这个横色的是没有受菌的 盆砖了 大一些 这个紫色的它就慢慢划油 经过一段时间的弧化 接着那个虾苗了 一般来说 九十月份小龙虾交配后 再过三十到四十天 就可以孵出虾苗了 此时水稻已经收割完毕 养殖户就会把稻田的水位 加至三十到四十厘米 并加强投草投肥 一直把虾苗 饲养到来年三月份 就可以长到三到五克 达到售卖标准了 三月份 像我们买年的是 三月二十年号开谱 同一开谱 就是一匹虾苗 一次到四月的中选 随着小龙虾市场的逐年旺盛 在南县 像曹正奇这样的养殖户 越来越多 他们在每年的三月份 投放虾苗 五月以补大留小的方式 收获第一批商品虾 之后整田 插秧 种植水稻的同时 对围沟里剩余的小规格虾 继续饲养 并推行稻虾供生模式 在九十月份的时候 收获第二批商品虾 而后再利用冬季咸田 继续饲养虾苗 直到来年三月份 捕捞虾苗上市 这就是南县小龙虾养殖的 一季到三季虾生产模式 小龙虾基本上按四千块钱的利润 刀骨就按八百块钱的利润 总共就是四千八 所以说我七百某地方 大概将近是三百万块钱的收益 曹正齐的水稻田 位于洞庭湖畔 优良的生态环境 吸引着各地的游人 就连周边城市的家长 也时不时带着孩子过来玩耍 曹正齐看准了这一商机 把孩子和家长 都吸引到他的水稻田里了 太多了 龙虾是最大的 哇 这小龙虾个头还不小 很快 在孩子们和家长的共同努力下 一盆盆个儿大活泼的小龙虾 呈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边的捉龙虾游戏还一游未尽 那边的大厨们已经支起了锅灶 大蒜 辣椒 姜片 各种佐料一应俱全 油烧热 把刚刚抓来的小龙虾 立即下锅 不停翻炒 接着放入蒜末等各种调料 倒水熬煮收之后 这道蒜蓉小龙虾就出锅了 这边是更为受欢迎的麻辣小龙虾 浓郁的香辣汤汁咕嘟咕嘟咕嘟冒泡 色泽鲜红的小龙虾看着别提多有食欲了 蒜蓉小龙虾 家长觉得孩子们在水稻田里抓小龙虾可以亲近大自然 释放天性 而养殖户则通过现场售卖 烹饪小龙虾的方式 获取了更高的经济回报 这是曹正祺在农旅结合上赚的又一笔财富 从稻虾轮坐 稻虾共生 到借乡村旅游的东风 实现小龙虾的进一步增值 南县的稻虾产业 正是在像曹正祺这样的重养大货 在领下越来越多的农户不断加入 大家齐心协力 撸起袖子加油干 使得这一产业越做越大 现在我们合作社的社员有三百多轮 设计到一百六十副养下的 其中大幅呢 像百某以上的这种养着大幅呢 要八九十副 通过大力扶持引领 规模经营主体 大幅增加 我现在稻虾的转移活动社 已发展到七十八家 稻虾的增和增养负 达到了二万六千一百负 在稻虾重养这条路上 湖南省易阳市南县 以托自身资源优势 抓住小龙虾市场的旺盛机遇 以绿色农业为导向 大力开展 稻虾沦坐 稻虾共生模式生产 从而有力地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增长 好的观众朋友 本期的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可以登陆农广天地的央视网 官方网站进行查询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